不正宗 不正宗店才能干下去吗 这种店 而且这个非常好 干了才20年 路过这儿嘴睡才流出来了 这上面从网上搜的 真挺好吃的 这家是四川单单面 单单面 这可是四川的传统小吃了 吃起来麻辣爽口 十分过瘾 而我们来的这家店 在这附近也是小有名气 饭点时候 人气还真的是挺旺的 可以挺好吃的 吃完了之后 你嘴里不会发腻的那种 那种油糊糊的那种感觉 里头也是那种肉酱是吧 对 这有一点麻的感觉 但是我们加了它那种辣椒油很香 就这个小玩给这个 比较偏香 香味大一点 就跟别的处吃辣椒油不太一样 这是带麻味吗这个 有一点 不明显 不明显 你说一个四川单单面 就是麻味都没有那么明显 不太明显 但是不合咱的口味 卤肉这个料我觉得特别好 经常跟这儿吃 省意而且一直都非常好 跟正宗四川的那种 还是有一部分的区别 应该这边有香饮也不麻 也不爱不麻 就所有人这个描述你就感觉 就跟四川没有一点沾边力 都经过改良 因为台马台腊腾了 就还好让人吃不惯是吧 但是想吃辣的话也没问题 每桌上都有店里用传统的方法 制作的辣椒 加了之后这麻辣味就上来了 那辣椒是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搓的 自己搓的 对了自己搓的 哦哇 你这个好原始的做法啊 这用的是什么肉啊 都是固化肉 倒掉到耗鸡是中 然后加上高糖骨头糖高的 老板说爱吃肉的还可以额外加肉 一份七块钱 这么吃更过瘾 我爱吃肉啊 我这个纯粹为了让大家直观的看一看 人家这七块钱加一份肉 到底有多少 做个对比 这是正常量的 这是夹肉 基本上一个碗 一瓶了铺满了 这一翻啊 它这补汤的味翻上来了 能感受到这个面的韧劲啊 挺筋道啊 这个面不油啊 上去没那么糊嘴 这个肉酱的香味确实做的不错 但是料味又没有那么的重 它真的是一点这个麻辣的感觉都没有 毕竟是四川淡淡面是吧 咱让它还原点四川的感觉 试试这辣椒啊 炸的这辣椒酱 我看里面掺的还有花生啊 这个颜色有点意思了是吧 它们家这辣椒啊也是以香为主 辣味不是特别的重 但确实想里面夹的这个花生在里面 炸出来这个辣椒油太提味了 它说它的油泼面也特别好吃 油泼面也好吃 对 你很难想像在一个四川淡淡面馆里面 让说油泼面好吃 油泼面这应该是陕西的面食 怎么会出现在四川馆子里呢 这究竟又会是什么风味呢 觉得跟香气有点详尽 但是它人家是它的特点吧 但是就是觉得特别好吃 每次人都可多 路过这儿嘴水快流出来了 哎呦 陕西那个油的沙怪 面条 香蕉带 这个是其中一大怪 哦 它应该比着那个陕西的油泼面还说 会薄一些的这个块 它这个里边有肉吗 有 刚才那个肉沫一层 听说它这个厨师是陕西的 油泼面是陕西的 南丹面是四川的 对啊 所以说它到底是四川的还是陕西的 旁边是哪的 陕西的 所以你们店里一个四川人都没有 对 在这儿多久啊 05年7月4号开发 18年 一直在这个地儿没挪过窝 油泼面算是小店自创的做法 虽然不正宗 但是爱吃的人却挺多 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个奶奶吃的时候 就感觉就特别像烩面 这是用烩面皮做的 是 在山西的叫吃面 哦 这是丹丹面的焦头吧 一锅焦头 两种面都能用得到 都能用得到 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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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还是很劲道啊 吸好油之后多了一种风味 就是给辣椒油这个香味 这个油香味 确实是特别香 这面就是咱河南的惠面 灵魂呢 这油泼up还是陕西版的 然后这焦头呢 用的是丹丹面的焦头 这家店啊 确实像导演说的 很不正宗 但是盛在味道好 他这个改干锅之货更接地气了 而且价格不高 所以说附近人经常来吃 能火了小20年 有道理啊